大家好 生活是由各种对立的概念形成的 比如说善和恶 难和意 这些对立的概念呢 又可以叫做对待 那么他们是同一件事物的 对立的两个方面 他们是互相对立 又互相依存 当一件事物的一方面消失以后 另一方面存在的条件 也就失去了 它也会消失 在读老子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会觉得呢 比较难理解 和我们的思维习惯呢 不符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能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 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思维呢 就会变得更加的灵活 也更加的全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老子的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师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 师不善矣 故有无相生 难以相成 长短相较 高下相亲 因身相和 先后相随 美 美恶 这是一个对待的概念 就如果 社会上 人人都知道 什么是美的 这些事 是美的 什么是恶的 那按照老子的说法呢 这并不是一件 是恶意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呢 来阐述 老子的观点 首先呢 美恶 它是 我们说 它是从同一件事情产生的 任何一件事情呢 都有两个方面 当人们呢 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之后 它另外一个方面 它也是有存在的条件的 另外一种观点 这个 这在社会上呢 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这是第一种 我们可以打个比喻啊 比如说 中国传统文化 非常宣扬这个孝 狭义的孝就是 子女对父母的尊重 重顺 这可以说是一种美 但任何事物 它都有另一面 它都有另外一种观点 有人认为 它也可以是一种恶 比如说 子女对父母的孝 中国传统文化 它可能 我们传统文化可能是有些 过度的强调这个单方面的 子女的孝顺 它就没有强调 父母对子女的尊重 子女呢 晚辈在它成长以后 特别是成年以后呢 它有 有独立的人格和生活 尊重子女 尊重他们的自觉权和隐私权 这个就没有强调 这就是一种恶 那么这种孝的概 所谓的这个孝啊 它也有它不好的一方面 就是如果通过某种教育和教化 人都是通过这个成长 我们不断地去教育 如果社会上大家都觉得这个孝是一种美德的时候 这个相反的这个声音听不到了 这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知道这个美和恶 它是对立的概念 它是有一定 它存在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和环境的 如果大家去只看到一方面 这个社会呢 并不是很健康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当人们都知道什么是美的时候 这件美好的事物啊 它也不美了 为什么 我们说任何 我们这种所谓的 老子第一章所说的 这种名啊 它都要存在的条件 它都要有一个对立面 我们说这件事物是美 其实说我们是把 它跟另外一件事情比较 那件我们说不美的事情比较 那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是美了 那这个比较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那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美 原来的这个对待呢 就不存在了 我可以再打个比喻 我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啊 很发达 我们的这个电子产品啊 更新换代啊 非常快 这先进和落后 它就是一个对待 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我们说多少年前 我们现在是苹果14出来了 多少年前呢 它有苹果3 苹果4 苹果5 iPhone5 iPhone6 那落盖年前呢 iPhone5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iPhone5 是这个先进的 是潮流的 对吧 那iPhone2 iPhone1 它不就是落后的吗 但是大家如果 都用上这个iPhone5的时候 这个iPhone5呢 它就不先进了 不潮流了 因为你也用 别人也用 就不新潮了 对吗 原来你说你有一个iPhone5 你很新潮 为什么 那是因为别人用的 版本呢 比你的要落后 要原始 现在大家都在用 它就不新潮了 那么 这个概念就消除了 那又有了新的这个新潮 为什么 那iPhone6 iPhone7又出来了 那iPhone7 大家都说 这个iPhone7 用的越来越多 它又不新潮了 所以说这就是 对待 它我们 问的是我 它都有两个方便 这就是老子的观点 这当然也是一种 一种辩证 它是一种动态的观点